你根本就還沒有啟動茶隊工作 你怎麼可以去講說 已經要刪除3萬份 是不是韓國瑜有交代陳雄文什麼 為什麼他一直bub在這個位置上面 就是寧願讓人家去質疑他的行政不中立 我想這是嚴重的失格 這已經不是失言的問題 因為我們才剛送進去 他還要分發到各護證單位去進行茶隊工作 你根本就還沒有啟動茶隊工作 你怎麼可以去講說 已經要刪除3萬份 到底實際要刪除的分數 你要經過正式的查對之後 甚至過去他自己主觀認為 我們是辦事處就要罰我們100萬 主觀認為我們裡面可能有大量的偽造 主觀認為我們這一次才送進去第二天 就說我們要被剃除3萬份 那我想這樣子一個發言的不當 還有嚴重的行政不中立 以及他違反了公私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等等我們還是要跟社會呼籲 這樣子的人還繼續擔任我們高雄市選委會主委的位置上面 你會給社會足夠的信心嗎 所以我還是要再次強烈的呼籲 陳雄文趕快退出高雄市選委會 這是你一個基本的責任 當然我們已經具名檢舉了 我們跟中選會跟這個監察院已經具名檢舉 那大家要經過調查 可是現在查對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當中 他只要在那個位置一天 就對整個查對的工作有實質影響力 我想那個陳雄文副市長一直沒有搞清楚 我們從來沒有指稱他違反選罷法 我們說的是高雄市選委會 他是一個機關 他應該要遵守行政中立跟利益衝突迴避 所以我們檢舉他的是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因為他是一個政務副市長 又兼任了這個市選委會主委 而辦理罷免這件事情 跟他個人的人事利益是直接相關 因為韓國瑜解職他也會跟著解職 所以呢他本來就應該主動申報 而且去自己尋求所謂的利益衝突迴避 那他這個發言其實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從來沒有人指控他違反選罷法 包含在許立民代理市長的一個時代 那時候2018年的市長選舉 就是由這個秘書長來擔任當時市選委會的主委 然後呢在去年9月之前 也是韓國瑜任命當時的秘書長來擔任選委會主委 可是呢在去年9月的時候其實我們罷免的聲浪就越來越高了 所以呢他才在9月改派陳雄文去擔任這個市選委會的主委 那我剛才講的這個因為罷免這個跟這個政務官其實有明顯的一個利益衝突 可是呢他不只沒有迴避 反而在這個而且你可以知道說從一階的連署 曾經在上次的公文曝光他 陳雄文的這個市選委會意圖要剔除一萬多份 後來是因為中選會基於母法的一個規定 還有解釋韓最後才剔除1348份 然後呢在一階到二階我們連署的過程 他也多次的行政不中立的發言不當 所以我們才會說那是不是韓國瑜有交代陳雄文什麼 為什麼他一直罷在這個位置上面 就是寧願讓人家去質疑他的行政不中立 寧願做這些讓大家覺得說你莫名其妙講這些話 的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他還是不願意下來